為國爭光 祝你們成功 你第二次去金邊比賽 啊你之前去對那邊印象如何 那邊最愛的事 還可以這樣子 你那時候全部在比賽的時候是幾國參加 多國參加 因為它是世界不設全比賽 所以可能有三四十個國家 但是應該會更多 金邊比賽嗎 沒有 不去出差 不是在那邊工作人 不是 是 我們去比賽啦 去 有一個世界不設全比賽 為國爭光 對 祝你們成功啊 對 哈哈哈 就東南亞比賽這樣子 他在節目在工作 我們那邊一天慶祝很高 我也不太急不去 月入可以到十多萬 我跟你說 現在最典型的詐騙就是這樣 高薪 輕鬆 免經驗 看你的簡訊完全吻合 然後還告訴你說馬上辦馬上出國 而且保證十萬請清 她的是海外求職打工 所以你那個女朋友應該很可能就是被賣到國外去 悠悠你要小心 她剛剛叫你把你的個人資料也給她 你看喔 這個真的很外面 這最近的案件真的很嚴重 所以悠悠阿姨跟你說 這個東西你要審慎評估 尤其是你因為網路交到這個女孩子 你不知道她的來歷 所以我阿姨建議你不要把你的個子給她 也不要去辦這個護照跟著她出國 好你要真的小心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機嗎 喔 各位我們現場有一個實力 所以你是說你在網路交了一個女朋友 那她在那邊工作 然後她像叫你過去 對她問我要不要過去 她問你要不要過去 看到你這個訊息很清楚 她是應該她就是屬於照片極端 她對你來講你要小心 因為她跟你說她在那邊的薪水 我剛剛看她的薪水很高 對 她多大 她跟你應該差不多吧 她好 差不多成年了 然後她一個月入可以到十多萬 對 哇 那我跟妳說 現在最典型的詐騙就是這樣 包吃 包住 所以悠悠阿姨跟你說 我建議這個東西你要審慎評估 尤其是你因為網路交到這個孩子 你不知道她的來歷 所以我阿姨建議你不要把你的個子給她 也不要去辦這個護照而跟著她出國 可不可以 好 你要真的小心 我愿 enc天見 你真的想看她 會不會給她的 他也會不會讓她來歷 我先不想看吧 谢谢观看